好 歡迎回來理財生活通在我們今天這個單元當中 好好的跟大家來聊一聊 已經到12月份了 比較冷了 但有人就穿短袖來了 外套 我外套 好 歡迎一下我們居家風水達人 李昭穎 昭穎老師你好 原本姐好 生日快樂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已經過到12月了 要過一個月 真的要過一個月 太不要臉了 提早過叫暖壽 延後過叫延壽 可以這樣子嗎 為什麼老人家都說不可以延後過 可以啊 現在我們說延後過叫延壽 叫延壽 現在年輕人都過一個月啊 沒關係 我都說我的生日前後半年都有效 這在新象學是這樣沒有錯 真的嗎 太不要臉了 11月生日嘛 半年後5月份的星空 才是玉芬節的天蠍座或是手座這樣子 好神奇啊 不過說實在的啦 朋友歡聚或家人在一起真的是很開心的moment yes 尤其在疫情的這種狀況解封覺得哇 終於 終於耶 對啊 對啊 終於出門要刮鬍子化妝 你還好我還得去買口紅耶 同上一定很開心 真的 你現在有不戴口罩了嗎 沒有 在路上 沒有 我還是一樣 費用我就跟費用講說 因為我這兩天都搭那個嘛 搭計程車來嘛 我看到那個外面走在路上的人是真的很多人不戴口罩 好 但是我在臉書上大家都說還是習慣戴口罩 我是疫情前我就有這個習慣 因為年底我有很多的講座跟課程 所以不能 人多的地方你還是 我必須要保護我的聲音 因為也許他不是感冒 比方說可能台北市的空氣 我可能出去一趟回來我就沒聲音了 你是講太久吧 沒有 有時候空氣污染的粉塵 那個粉塵的時候 我們像喉嚨氣管過敏的人 那就容易變成說聲音沙啞 那我們就必須要去保護我們的口瓶是溫暖的 這樣在講課的時候我才有辦法講一整天7個小時8個小時 要不然可能講2個小時3個小時就倒了這樣子 所以這都是自己的 而且除了Combinating之外還有流感 還有很多很多的呼吸道的疾病 我覺得沒什麼不好 而且還有一個重點 還有那麼多的口罩 對 還有那麼多的口罩 對 我那天在整理口罩 我想說這用量很少了 我又發現有聖誕的那個口罩 那已經是從去年到今年的 因為那時候捨不得用嘛 對啊 然後就留著了 費用我們聖誕節就有口罩可以戴了 那我們先跟大家來回顧一下好不好 11月份真的還有蠻多事情的 但最重要就是九合一選舉已經結束了嘛 對 沒錯 然後那個我記得大家都在討論的都是那個魔獸 對 就是那個霍華德 對 就是那個霍華德 很可愛我覺得他 我覺得他很親民 我覺得現在的偶像 藝人 政治人物 醫生 所謂的以前的權威人物 跟以前通通都不一樣了 所以就變成說他們會去 我覺得用他們的方法去累積他們的粉絲 用他們個人的方法 那大部分就已經沒有像以前那種架子啊 或是等等之類的 嗯 而且我覺得有時候 是不是他們的護衛很多啊 保鏢很多啊 然後其實就把人家距於千里之外啊 有時候他們該body 有一些是比較狠的啦 嗯 因為有像比方說 如果女明星有些事情 我們不知道 比方說她懷孕還沒有公佈 那個就推了是狠的這樣子 有時候是沒有辦法的 對 或者是剛好在新聞的風口浪尖上 這也沒有辦法 因為她要阻擋她的主子受訪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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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他們主子 萬一也生氣了 然後都全部 全都漏了 這對於在媒體形象也不好 是 10月變成就是黑白臉啊 沒有辦法 欸 一個月一個月這樣過好快喔 對啊 所以生命年歲就是這樣子 嗯 好快喔 你看 11月12月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談到明年運勢了 對 好 那時候我們就會開直播 跟大家來討論一下 明年整個的流年的狀況 然後再來2024就更可怕了 啊 你說更可怕 就不是談一年了 就是要談20年了 為什麼 因為在命理學的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叫三元九韻 那八韻的部分是2004年到2024年 那這20年的主要的部分會流行的東西就是 醫學 醫美 房地產 縱介 然後這些東西 那果然在這20年的部分 這幾個行業是最夯的 嗯 像七韻的部分就是美容啊 飲食啊 交通啊 汽車啊 奢侈品啊 那在九韻的部分又是另外一個 新的一個階段 所以比方說已經跟媽媽已經有一些訊息了 比方說虛擬的東西 花而不實的東西 你看得到摸不到的東西 你知道但你有擁有 又好像沒擁有的東西像元宇宙 像虛擬世界 虛擬貨幣 這些東西都會是在2024到2043年 20年中的一個比較夯的比較熱的一個產業 所以會有一個產業大轉型 那在這一兩年你會看到很多的大企業公司 他們可能會改他們的logo的位置 然後底圖的顏色 或算是連他們的企業識別BC的商標都 商標不會改 為什麼要改 因為顏色不同 對 比方說八月那可能用的顏色 他可能就比方黃 黑 藍 這類比較多 那接下來就會看到綠啊 紅啊 橘啊 比方說某電信就改啦 然後呢 三大電信中一個本來就紅色嘛 另外一個改成橘色的 那另外一個會不會改 我就不知道 因為另外一個是很官方的 喔 有改喔 對 紅色我知道啦 我們先休息一下 其他我不知道 好 我們待會跟大家聊一聊 天冷了 我們跟大家聊一聊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好 歡迎懷裡財生活通 我是夏韻芬 在我旁邊的就是我們李昭瑩老師了 剛剛也跟大家聊過了 就是11月這個一堆事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看了 馬上就要大雪了 冬至了對不對 對 在12月22日 那現在是大雪 那今天晚上就會降溫囉 所以大家 游冷游冷游冷 對 開始晚上要降17度這樣子 然後小寒 再來就是大寒這樣子 然後呢 印尼有地震 人發現說陸陸續續在世界各地都有地震 我們在年初有講今天是地震年 那最後一個月還是不要掉以輕心喔 所以不要掉以輕心 像我們已經有過兩次在年前發生過地震了 很多年前 所以大家不要掉以輕心 OK 最近一次地震 我就睡死了 就沒有那麼恐慌了 已經麻痺 然後台東花蓮人 花蓮人是沒有辦法忘記耶 對啊 然後像日本他們覺得 就是世界各地人對於 或者是各地區人對於地震的耐受度 跟那一種感受都是不一樣的 比方說台北人可能 啊花蓮 就好了 你在幹嘛 花蓮真的很嚴重 很嚴重 非常嚴重 然後世界各國也是啊 印尼啊 還有一些我們可能不知道的 或媒體沒有報的一些國家跟地區 這樣子 12月7號就大雪 大雪會比較冷嗎 大雪在如果是華中華北平原來講的話 應該是會比較冷的 對 那今年台灣的冬天 今天台灣的冬天 好像不會很冷 不會 要靠寒流 喔 對我們在二月份 那時候我們其實就有預測過說 今年上半年的天氣跟下半年的天氣嘛 那我們講說今年是上半年是 邵陽向火思天 所以一開始不會那麼熱 然後到後面才突然很熱 所以我們其實到三四五月都還沒有到很熱 冷冷冷的熱 可是到了七八到八九的時候好熱突然好熱 因為我是根據我的那個電信那個電費帳單還做那個評估 那2022的下半年 因為你開冷氣嘛 對啊 開給貓吹 我哥出門都會說 不是開給你吹啊 出門記得開給貓咪吹喔 不是開給我吹喔 出門記得開給貓咪吹 好 然後下半年是絕音風目再全 那四天是上半年 再全是下半年 所以發現大家覺得說下半年有一個特質 風多 台風很多 然後呢在氣候上的風也會比較多 就在通風率是比較好的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觀察到 今年其實天空好一點 漂亮很多 沒有像以前就整個就是霧霧霾霾 一整年看不到陽光 看不到光線 看不到日出 看不到夕陽 我覺得今年的天空確實是有進步 然後但是那今年的部分 就因為這樣的氣候的關係 所以就會有很多消化到 很多人消化到不舒服 因為絕音風目的話 在全就是乾氣的部分 所以有很多人會有肚子脹 胃不舒服啊 還有就是 只要跟這個有關的話 鬱鬱症 憂鬱症 然後煩悶的情形 心情肚肚的那個狀況就會跑出來 這個就跟流年流畏無關 是氣候引起的一些狀態 所以家裡有慢性病的 然後人或什麼部分 其實要多關心 跟多關懷 這樣 好 那整個12月份的話 你今天都還沒有講什麼天良 什麼什麼 我也講 對 紫薇啊什麼的 就剛好是跟今年一樣 這個月是任月嘛 那任月的部分 任紫月的部分 它跟任影年 它是重疊的 所以我們是雙重的天良畫路 雙重的紫薇畫拳 雙重的天佛畫科 雙重的舞曲畫跡 這什麼意思 可以講一點點政治吧 天良的畫路代表說 我們要去雙倍的去經營我們的舊關係 因為天良叫做逢兇畫跡 它也代表說舊的一些東西 代表說我們必須要為我們家人去做一些奔走 去關懷跟關心 好 那紫薇是地心嘛 他常常支配的權力和力量 那double的時候在這個期間也剛好 現在剛好就是一個在九合一選舉後 然後到2024的一個立委跟總統選舉中的一個交界檢 也是一個在他們不管他們出不出選 黨內提名或什麼的一個交戰區 也就是說從2024年的一個初選到現在提早開打 所以就是紫薇雙化拳 就是開始誰要當王的這個狀況出現了 因為我沒有講任何政黨 但我講的是一個社會現象 那天賦畫科就是一個這樣子 它就是代表說 終於好像有一些東西可以營業了 很多東西可以大家在算自己的 天賦就是你的管錢的以前的財政官 或是戶部的長官 或者講我們現在的話叫做經管會經經紀部 來算你自己有多少的錢可以來做生活做投資 但天賦雙化科通常都會帶來一場誤會 比方說追護國神山 有些人就爬到山頂上有圈被三壓死了 所以變成說那它是一個好標的 問題是你怎麼去操作 你是投資還是投機 代表說你的投資的部分 會讓你在今年年底結束的時候 原來是這樣子 因為化科就是一個哇的醫生 只是你是為了什麼東西的驚嘆 有的是為了感情 有的是為了證據 有的為了健康 那今年年底大眾會為了經濟跟投資 去哇醫生發現原來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不要造勁 一定要用你的錢資資金 或者是你可調控的部位要去做整理 不要像太多今年詐騙太多了 第一個不要貪心 第二個來路不明的投資平台請你不要碰 對真的要小心 再來還有一個他們 我覺得很差勁就是以前就是辦卡 他們用辦卡借出來 那現在的部分就是說辦卡免審核 然後就給你卡 那其實不是信用卡 那是等於你的信用貸款 對所以很多人沒有去察覺到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個要非常的小心 好那五曲雙計就更尷尬啦 我講過五曲畫季就是一個財務上的中斷 或工作上的中斷 那五曲雙計在這個月份就會很多人 一失業 哎呦快過年耶 對請不到工作 三 寧願 寧願 或者是好處啦 我有新的一個機會 我寧願不拿年終我也要跳槽 哎呦需要這麼的激烈嗎 那大家都會想說再忍一忍啊 領完年終再說吧 但是我在做的個案發現有 等一下等一下 那我們要先休息一下好不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進一下廣告 待會繼續再聊 好我們持續跟李昭穎老師來聊一聊 為什麼這麼多人騎著要離職啊 不就等到過完年之後 好歹你可以拿一點年終獎金再走嗎 不一定啊 像某些有新的航空出來了 那有一些機師他覺得說 他在原來的航空公司機師不受重視 然後他就跳去這樣子 他寧願接受跳去的試用其實是60% 他也願意去 嗯 或者是比方說跳海運嘛 某些某海運今年又謠傳那個年終要創新高 嗯嗯 所以有些就跳了 然後或者是等等他覺得說 嗯 我的我的東西或者是有做了 在非常時期的時候有些公司 他掉了一些不會做事 但會討好老闆的一些主管來 嗯 那這些人他也必須要跳 所以我發現說今年很 很多人跳槽 那在前幾年以前是會有所謂的buyout的問題 我會去跟你談你要挖我 那你buyout要不要給我 就是你買我走 那你年終你負不負責 那另外一種是 台灣人沒有這種概念 我做很多國外的一些個案 他們會有一個叫做counteroffer 比方說我在A公司上班 我去談了B公司願意給我更高的薪水 我就拿這個薪資我的offer 拿去跟我員公司談 那你願不願意給我 然後員公司就會認為說 我為什麼要多付你薪水 那你走吧 就是這樣他們都沒有思考過那個交接的 然後那個人的交接的損失啊 那部分你可能沒有兩三個月 甚至有一些人位高權重 那不是半年一年可以接得起來 那一點點的counteroffer他們都不願意 對啊 難怪有人要在這個年前要離職啊 應該就度日如年了吧 就是工作大概就覺得很痛苦了吧 沒錯 那現在看起來就是旅遊你準備要跑了嗎 我準備要跑但是被課程綁住啦 因為代表謝謝各位聽眾的支持啊這樣子 那也請聽眾再幫我一個忙 對就是 如果你剛好有三重爐州板橋新莊的房子要出售的話 請跟我聯絡 謝謝我自己要做的 出售啊 我自己要住的喔 真的喔 對我要買的 然後可以交個朋友這樣子 就私訊我謝謝你 好這個就看有在板橋新莊爐州三重 就這個區域的 好我們接下來跟大家來聊聊 就是比較吉凶跟這個的方位好不好 因為我這邊有列一條 我說海外旅遊 那時候我們講下半年有機會 賓果 賓果種啦 這是二月份的改作拿來改的 那果然確實就如我們預期的 好那正財方很重要 正財方除了是一個家裡的財位之外 也代表你要求財要往什麼方向去 好就是往東方去 OK那怎麼去呢 每天早上起來 然後像太陽上 上陽出來的方向去走走路 去買早餐也好 再來偏財的話 如果你做的是跟業務相關的 走路就好啦 對15分鐘 15分鐘就好 對 然後那如果你工作是靠獎金為主的 我們就要中偏財方 那就是在正北方 那如果你要靠的是很多的業務人脈 洗神 單身的人等等 你需要一些喜氣 沖洗或是成績已久的話 東南方的能量可以讓你患然一新 好那需要考試的 或者是需要桃花的年前要結婚 這字有點拼了 年前拜託現在都已經12月了 東北方 今年過年好快 很快 今年1月20幾就過年了 然後是在東北方 那一馬貴人方在正中央 就代表說大家在心裡都思考著一種動 其實這個動是什麼樣的動法 我要變動我的工作 我要變動我的投資 我要變動我的財富 我要變動我的配偶 不可以吧 我要變動我的家裡的擺設 我們處理好多 我們下半年 新一代的夫妻 我們處理很多冒出來的新生兒 疫情期間嘛 就是居家嘛 上班 中高熟齡的夫妻 有沒有處理好多熟齡離婚的案例 他就說我已經忍了你半輩子 或我生妹多久可以活了 我要忍受嗎 我們離婚吧 處理好多啊 我以前沒有過的這樣子 所以好今年很多蹦出來的 突然來的第四胎啊 第三胎啊很多這樣子 好啦人多也好啦 多子多孫多福氣啊 要人口紅利 對啊對啊對啊 我總覺得過年喔 可能我是老世代的人 我就覺得吵吵鬧鬧挺好的 我也是啊 我們以前過年是全部都回外婆家 對啊很多人很好玩 我外婆生了八個嘛 然後每個啊 至少兩個三個小孩 過年就回外婆家啦 外婆家在我家樓下 多方便 我以為是初二才會回到外婆家 初二是我姑姑和我娘家回我家這樣子 然後所以就會變成 那三天我們外婆家習俗是 那三天72小時的桌上是 永遠有熱騰騰的飯餐 過年都是這樣 只吃一餐 但是從早吃到晚 就吃三天 那一餐吃三天 都不會收 真的 一直加料 對就是一直加料 然後都不用收 對然後呢 胸方觀煞方是正南方 那大家就比較注意了 因為正南方有一些地方 它還是比較溫暖的 如果你要去一些正南方的國家旅遊 就要特別注意安全 然後病福方在西北方 代表說還是會有一些頭痛啊 或是非感冒啊 頭痛就包含頭部的器官 眼睛啊 雙子啊 嘴巴啊 不舒服這樣子 它西北方也象徵政府 所以它也象徵一個頭痛 然後生病的執政黨 對不起 但是我還是要講這樣子 然後呢 這一節方是西南方 好那這一節方 西南方要注意的就是 它是象徵的是腸胃 所以很多人會莫名其妙鬧肚子 那我問了醫生醫生說 剛好最近在做 剛好在流行腸胃型的感冒 所以我還是乖乖的戴我的口罩 好 就是腸胃要留意一下 待會還是有一首鄰師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我們先休息一下 進一下廣告 好我們持續跟張瑩老師來聊一聊 已經有人問你 土層很靠近板橋 因為隔壁一條就是板橋 可以嗎 太遠 板橋比較近吧 土層沒有辦法 對 對對對 我要到 我是就是 板橋的要比較視重性一點 因為畢竟 我的工作是在大安區 每天的健身很可怕 好 那這就是 這個腸胃跟大家來做一個提醒 那另外叫講鄰師了嗎 是 好 但是有錯字 所以要拜託費榮幫我改 好 這首叫做虎穴榮泉邑 因為現在今年是虎年嘛 對不對 那虎年得穴就是好事啊 那榮怎麼辦呢 榮就只能沉浅在水裡 那第一句是大鱷 就是指的是大鵬鳥 大的老鷹 大鵬遇淺天心意 大鵬遇到犬 那犬呢 有虛 就是農曆的9月10月 然後差不多是上個月這個月左右 然後增添了新的翅膀 我那邊有錯字 不是那個天 是天家的天 天家的天 對 那雞唱逢牛各帶刀 好那就是接下來的年份跟月份 比方說明年的牛 是醜月嘛 就是最後一個月 嗯 這是農曆的12個月 好 就是代表說那時候 雞唱逢牛各帶刀 所以有 這什麼意思啊 有可能在最後一個月 給你來一個清流感 嗯 所以如果家裡習慣有那個 一定要吃雞啊鴨啊 或是拜拜的需求的 你可能要先買起來 嗯 要不然你可能那時候就發生 啊清流感買不到 或是很貴等等 或者是冰很久的那種 好所以你可能先買起來 處理起來這樣子 好 那德路水邊逢貴客 如果呢 得到了一個 路代表說一個 好的一個命的格局 在水邊遇到貴客 你們就可以一起互相提起 向著江邊去這樣子 嗯 那江高通常指的是說 江邊的賀 然後呢 飛起來的那個嘹亮的叫聲 代表說高聲的意思 好 那主夜成時西又東 代表說 呃我們可能承襲主夜 或不承襲主夜 不管再西再東呢 總會在人年老的時候 或一年結束的時候 夕陽影子裡 只歸題 就代表說啊回來吧 一鄉的遊子們 好 那不管是在虎穴還龍泉 各自有各自的快樂 我們常講說 蟲魚鳥獸 嗯 各安天命 中鼎山林各安其命 嗯 蟲魚鳥獸各有天性 中鼎山林各安其命 好 所以呢 龍泉虎虎穴自快樂 不需與雞犬在帆裡 嗯 嗯 代表說這一些 隱居在虎穴龍泉的 這些人很快樂啊 那有時候你要靠人家去餵養你 或去呃去呃 呃呃呃呃呔呔呔呔你的話 就好像雞跟狗 必須要被養在家裡 或關在那個籠子裡面 那你是真的快樂嗎 所以你想要哪一種 嗯 是一个不愁吃穿的快乐 还是一个完整的 心全意的自主的快乐 我觉得海阔天空挺好的 就代表说 所以12月份我觉得总算有比较好一点点 天高海阔热鸟游 我觉得挺好的 算是还不错 而且我偷偷看了一下明年也还行 但是明年是一个大 要面临2024的大转型 所以变成说 一定要先撑住身体 如果身体没有撑住 什么都不是你的 比方说有些人学动画 学艺术学什么 那在以前可能不受重视 可是在九云终于是你的年代 你撑不住 那不就没了 你花了二三十年 三四十年的功底 终于要在九云发光 结果也撑不住 拜拜 所以先把身体照顾好 是 如果有救急的 赶快去看一看 没错 我看留言 听众留言说 中医中医很好推广 但是你要能够遇到好的中医 不容易的 真的吗 真的 我们常常会讲说 但是我不管你选择中医或西医 我都在经验中要告诉你一句 医病关系里面医生一半的责任 病患一半的责任 所以你不能全部推给医生 你自己的生活作息饮食起居 你都是要去调整的 医生只能帮你另外一半 医药有点警觉性 医生开药给你了 你的作息习惯还是不好 那你也怪不了医生 还有我很多个案更妙的 看医生拿很多厨房 医药干嘛不吃 我有看医生 不就老人才比较会这样子 好不好看医生啊 你看吧 我就觉得 所以要人叮啦 我就觉得有如果长辈在看医生的话 然后长辈一个是喜欢囤药 就是拿了药不吃 第二个会自己配药 那真的太可怕了 我们前面都讲过这个问题啊 还有很可怕 就是这个月还会容易有药庵的问题 好那药庵就会连在10庵 那药庵的时候那时候刚好 在去年的时候 我爸妈刚好两次入院 那时候在急诊室 减伤的时候 你跟我讲过敏的那个医生 对然后在开刀的时候 然后在入病房的那个医检室的时候 都问说对什么要过敏啊 三个都问了三个都讲了 最后来的还是那个过敏的药 我都觉得说你的机制是怎样 不都电脑连线了吗 三个人提了 不就是会已经电脑连线了吗 医生在开处方签的时候 都已经进去了啊 那么多的止动药 你就偏偏来那一颗 那我能怎么办 我都想去楼下药房卖普拿疼 是不是医生他们医院只有那一颗啊 不止啊明明就不止啊 我还去翻我这是很八卦的 然后他去翻隔壁床 你们止动药看哪一颗 然后那个护士推进来的时候 他们会一杯一杯嘛 然后有电脑说我看一下说 哎呀你们止动药哪一些 因为每个护理站他们有不一样的 伟中哥会在这个时候出现 在我的窗前 所以要赶快跟他打个招呼 所以提醒大家用药的一个安全 食品的安全 食品 然后再来就是防疫后时代 防疫后时代 你要有一些规划这样子 好的习惯还是保留 洗手啦我觉得消毒啦这些都可以做 那口罩看个人啊 酒精我还是戴着啊 我还是一样啊 但是就会有些人讨厌就是 哎你戴什么口罩啊 都解禁了干嘛 请你不要这样做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自由 谢谢 对啦对啦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选择 你就对你的选择去负责嘛 不要去干扰别人嘛 不要去影响别人 你觉得放心 你就可以把口罩拿下来 因为我觉得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也挺好的 你觉得不放心再把口罩戴紧 我觉得这也很好 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好朋友 居家风水达人李昭云老师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如果大家有设他的房子的话 也可以在我们粉丝团当中 跟他讲一下 那也预祝大家 下次我们讲一下 耶诞节快乐 下次我们讲一下 房地产黑暗面 好我好想讲 发家心跟我嘛 拜拜 拜拜 我喜欢云零声 我喜欢云零声